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妙法莲华经》简称法华经 是佛陀释迦牟尼晚年所说教法 属于开权显实的圆融教法 大小无异,显密圆融 显示人人皆可成佛之,亦成了异 在五十教判中属于法华涅槃之最后一时 因经中宣讲内容至高无上 名士不分贫富贵贱,人人皆可成佛 所以法华经也誉为经中之王 《妙法莲华经》前世 卷第一 续品第一 世尊放白豪一光 照东方万八千世界 放光线西有势 光中出现种种妙境 天花缤纷而下 大地六种震动 象征着不可思念的灾害 一种音乐的启示,即是如莲花般的妙法显现 在印度王舍城郊外,有座山叫灵鳩山 那一天,释迦牟尼佛被王舍城的阿瑟王即无数信众围着说法 祝世尊,四周围绕 勾养共济,尊重残烦 祝菩萨说大神经,名无两意 瞧菩萨吧,共说五年 祝世尊,三周围绕 你最义的之夜 好,共凶并路 祝世尊,三周围绕 祝世尊,三周围绕 日子人,三周围绕 粗三眉 深心不懂事事 天语曼陀罗花 莫合曼陀罗花 曼树沙花 莫合曼树沙花 而三方山记住大众 不否世界流中神动 今天世尊放白豪光 写西有誓有何因缘 是啊 这一定有什么大誓因缘 弥勒菩萨观察大众 皆不明为何 弥勒菩萨做誓念 今者 世尊献神变相 以何因缘而有此锐 今佛世尊入于三昧 是不可思议献稀有誓 当已问谁 谁能答折 哦 是文殊师利 法王之子 已曾亲近供养过去无量诸佛 必应见此 必应见此稀有之相 我今当问 伟大的文殊师利菩萨 我有问题想向您请教 您与佛陀有素式姻缘 也曾经亲近供养 古量无数的佛 你一定知道佛陀眉间 白豪放光所显现的奇迹 具有的含义是什么 恳请您开示 伟大的弥勒菩萨 以及各位求道者 请各位仔细听着 在很久很久 五史节以前 有一位日月灯明佛 出现在这个世上 显现出与现在相同的奇迹 并且宣说教理 当时他所宣讲的法 就是《妙法莲华经》 也就是佛陀现在要宣说的一部经典 《妙法莲华经》 过去有日月灯明佛 引妙光菩萨 说大成经 明妙法莲华 教菩萨法 佛所护念 六十小节 不起于坐 二十妙光菩萨 持《妙法莲华经》 满八十小节 为人也说 日月灯明佛八子 皆师妙光 妙光教化皆成佛道 其最后成佛者 明月燃灯 八百笛子中有一人 好月求你 看着你一样 有也在每晚离开 永语道 从终于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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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智三智三智 只为了一大事一年 开示误入佛之之界 这个时候 世尊从禅定中安详地出定 并为舍利佛说 舍利佛啊 是的 世尊 弟子在 你想要知道 佛的智慧究竟是什么吗 是的 世尊 请您开示教导 舍利佛啊 诸佛智慧甚深无量 其智慧门难解难入 一切生闻辟之佛 所不能知 这么难 看来 以我们的程度 是无法明白 佛的智慧了 这么说来 不就没有人能够理解了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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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佛陀 请您看看这些敬仰您的信中 全都因此而感到迷惑的样子 佛陀 无论如何 恳请您教导我们 请您为我们宣说这部法华经的实相吧 指 指 不须复说 若说世事 一切世间诸天籍人皆当经矣 佛陀 弟子 向您真诚地请求 请您无论如何 为我们开讲这妙法吧 我相信 余会的无数众生们都曾亲近过诸佛 他们的根性非常的勇猛 智慧也非常明了 如果听闻佛陀 您说出来时 一定会深信不疑的 指 指 不须复说 若说世事 一切世间天 人 阿修罗皆当经矣 增上曼比丘 将坠于大坑 有这么严重吗 群聚在这里无数的信众 合掌向您敬礼 正等待着您的教导 他们都欢喜地信奉并遵循着您的教会 而您的教导使他们获得了真正的幸福和永恒的生命 我们多么渴求听闻您无上智慧的法语 因为那是人们难描难会的喜乐啊 佛陀啊 弟子舍利弗再次恳请您宣说这部经吧 舍利弗啊 如以殷勤三寝 岂得不说 如今地听 善思念之 不当为辱 分别解说 喂 听到了吗 世尊说从前所说的法 意趣难解 声闻乃至不对菩萨都不知道 但是我们一直以来 闻佛所说的解脱意 我等已经证得 都是我们听过的呀 怎么还不知道呢 听到了 怎么世尊无故赞叹 而做如此之说呢 是啊 我们不是都已经证过了吗 难道还有比我们更高深的开悟之理吗 世尊每讲一种法 都有证得的人 真是怀疑 这有什么甚深难解的呀 世尊是说什么 我们难解难入 若是究竟法 则是为佛自知 若是所行道 则四十年来 大众都是所共同见到 大家都共同闻到的 而且是大家都证得的 不 不 绝对没比我们更高深的开悟之理的 说此女士会总有必求 必求你 有破舍 有破衣 无千人等 即从做起 离风而退 所以 这和慈悲罪根 身中即怎上满 救真的不及其,就同灯 jealousy 为证,有川原谨站 为德 为德 为真美豫 至是短一步处 是短 诺任而不释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时乃说之 如忧谈波华 时亦信耳 舍利弗 如等当信佛之所说 言不虚妄 舍利弗啊 诸佛随一说法 亦去难解 所以者何 我以无数方便 种种因缘 辟语言词 言说诸法 是法 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 唯有诸佛 奈能知之 所以者何 诸佛世尊 唯以一大事因缘故 出现于世 舍利弗 云和明诸佛世尊 唯以一大事因缘故 出现于世 与与与临终生 开佛知前世的 清净故 出现于世 与世总身 佛知之坚固 出现于世 与临终生 无否知坚固 出现与世与灵众生如佛之间道骨 出现与世舍离佛 诸佛如来但教化菩萨 诸有所作 常为一世 与令一切众生开示 误入佛之之间 只为了一个目的 为了一件事 佛才出现在这世间 如等当一心信解受持佛语 诸佛如来 言无虚妄 无有余成 为一佛成 哦 如来 以一大事因缘 出现于世间 是为了要让一切众生 开始误入佛之之间 原来 我们以前所听 您宣说的法 都是含藏着 圆满究竟的 一佛成啊 这一佛当时 祝佛法如是 一文一方便 随一份说法 其不其学则 不能消了此 如等即一致 是出口事置事 随一方便是 不复主意过 心声他欢喜 直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认识中华护生协会 兵持佛陀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以及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理念 慈悲置业于2002年 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 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 尤其时代环境变迁 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 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 以及物种生存条件 等各方配套措施 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 护生协会这几年 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 来拯救生命 以安养物命的方式 来推广来救护生命 目前护生园区于宜兰 共有四处园区 新北有一处园区 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 高平地区六处 金门设有一处 护生协会在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的理念下 所推广的会晤有 一 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 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 爱护生命 二 任养清寒学童的活动 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 以及提供海外僧企 医护经费 待国外僧众寻找 护持功德主等行动 三 国立外急难救助 以及应生未生胎儿的 免费超度登记 四 协助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2021年节下的防疫共僧包 发放等 只要是护持众生 利益众生的善行 都是护生协会 所努力的方向 蒙山诗石齐安法会 宫行战山法师祖法 日期11月28日星期日上午11点 地点南投县草屯镇 东美街64号对面 恰询电话 049-231-5999 049-231-5999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 共睦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敬请佩戴口罩 生命电视云林观音讲堂举办 点灯药师经 佛前大贡 药师欺佛本院功德经 药贡即慈悲师时 宫行广护法师祖法 日期11月21日上午9点开始 地点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虎伟镇新南里 足为六十之三号 李斯特加油站后面 电话056331565 056331565 敬请与慧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当日上午8点半 斗南火车站前 备有接驳车 凡是能做的功德 我们今天都要做 因为以这个功德力 要来回向所有战争死亡的 所有亡灵动物道 伤恶道众神 所以就像一个孝顺的人 她的母亲正在急诊处开导 她跪下来跟医生说 不管多少钱 要多少房子都没关系 只要我的老母会好 都没关系 所以我想我们必须用这样的心态 所以这种大悲心 菩提心 尽力做 当然也不是说 今天尽力 明天就不要尽力 那佛教里面就是 希望我们 体解大道发无上心 最圆满的大悲菩提心 来做每一件功德 把这个功德上根的力量 来帮助受苦的众神 也来净化这个社会 特别是不动佛法门 是一种净化杀业 消除称恨 所以快速法门 所以如果各位平常 能就开始 按照大保法王说 念满十万遍不动佛心众 一直很虔诚的心 来念满 为什么要这样做 累积了一个圆满的功德 好来利益众神 就像你去赚了 好几百万的钱 准备拿到老人院 孤儿院一样 愿看到你跟你讲话的人 都能够净除他的恶业 所以虽然现在我们 没办法让对方 当下解脱成佛 但是减低对方的痛苦 就是我们想要做的 为了要减低对方的痛苦 所以我们要累积福德 善根 因缘 这些统统要做 这样来帮助世界 帮助众生 因为站在佛教 佛教讲空性 空讲的就是 不离开缘起 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 最佛数重因 父母祖先恩 国家社会恩 所有众生恩 三宝加持恩 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哪怕所有众生 都对我们有恩 像父母一样 但是我们嘴巴这样讲 但是我们必须从行为做出来 一个道德 守戒律 因果的行为 进一步 想尽办法 创造因缘 来感恩众生 所以 当然 一只流浪狗要被杀 你去把他救出来 这个功德太大了 那有些人说 对不起啊 我现在要念佛 没时间了 我要办佛堂 没有钱来搞护身员 这个讲法都错了 我们自己做不到 我们自己有惭愧 随喜 但是你不能把说 造佛像重要 然后呢 救一只被杀的流浪狗 不重要 那这个叫舍弃众生 所以 佛像当然要造 念佛 持咒都要 但是知道众生要被杀 我们尽力的帮助 有力量了 就帮助他 没力量了 至少祈愿回向给他 所以 因为不舍众生 这点非常重要 今天是六摘日 为四大天王 视察人间善恶之日 劝请大众持守八观栽戒 不杀生 不偷盗 不淫 不忘语 不饮酒 不眠坐华丽之床 不着香花蔓 不香油涂生 不观听歌舞 不非时时 也就是持斋 不舞不时 随喜您的功德 阿弥陀佛 不光致 不光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